今天咱们吃法就是尺汁 蒜蓉 两种吃法 洗之前您用刷子或者是钢子球这个壳给它蹭干净 您要使劲使大容易把这手拦了 这可要注意啊 您得用活水轻轻的按摩它 把上面那个小黑渣脏的东西 这些一冲就掉了 咱们把这个洗好的放在这 然后咱们现在制这个尺汁酱还有蒜蓉 因为这两个是做海鲜是必不可少的 羊羊豆豉 就这样的小袋的豆豉 您得罩着三袋 锅里边加点水点上火 蒸到十分钟 咱们先准备这些料头 海米要剁成这样的绒 陈皮去腥增鲜的 您要不愿意加 您可以挤点柠檬进去也行 跟咱们的大米粒差不多就行 特别细好吃 咱们做这尺汁的这个蒜 一旦把这个水得过一下 搁这泡一泡 这豆豉蒸的也差不多了 豆豉还不是硬的吗 一吸收这个水泛蒸汽 它就回软 然后它的香气就散发出来了 我这个有点糙 你们在家做还可以再做得细一点 这个待会用油一炸 主要是要它的味道 您给它拌一点陈皮水 拌湿就行了 为什么呢 待会咱们炸豆豉的时候 能让它更好的挥发 把蒜蓉凳出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加猪油 做这个生蚝扇贝吗 生蚝和扇贝呢 它是海底 就是泥里边的东西 它的含性特别大 我在做蒜蓉酱的时候 每一回呢都要加一些姜 给它去含 再搭配上这个猪油 它的含性就能降低很多 咱们吃完了之后 不至于伤身体 这油呢炼到这样就行了 咱锅烧热了 这油本身就是热的 一转锅就行了 干葱 就是这种特别小的小葱头 油可以厚一点啊 炒的这个 齿汁酱呢 它是对着用的 炸的稍微有一点精华 陈皮 陈皮割完了之后 立马就割海米就行啊 海米里边都喊水分 要把水分炸干 海米的香味一出来 您就可以放其他的料了 蒜 这锅底呢 它越搅越沉 因为那蒜 它里边出来的这个大蒜素 或者蒜的粘液 它会扒锅底 那时候就要关小火了啊 要不然就该糊了 这就是割猪油的好处 倍儿润 蒜蓉呢 现在微微的有一点儿 变黄了 然后水分呢也没有了 豆豉 这就跟熬炸酱 道理是一样的 咱们熬的这个是母酱 大家记住啊 一定要把水分熬干 熬干了之后呢 用油泡着吃着 这样才最好 现在可以给它出来 单独搁一盆里边 太香了 这个姜末不要太多啊 少量的就行 蒜 蒜蓉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现在呢 就是让它微微有一点儿变黄 这是熟蒜 然后干嘛呢 咱们呛生蒜 放了七两左右的熟蒜 然后咱最后呢 再来三两生蒜进去 这个呢放进去 您关火就行了 您把这个青红椒 按着顺序放进去 最后咱干嘛呢 调味儿 三两左右的蚝油吧 这一熟吧 这里边要有来糖 不要太多啊 少量的就行 不能吃出甜味来 蒸鱼翅油少来一点 只调它的咸淡口 少给一点盐 再点点美迪香味汁 这菜就完美了 这蒜蓉酱就算好了啊 蒸几个生蚝 蒸几个扇贝 来一点蚝油 咱们的生蒜蓉少来一点 您可以割熟的炸了 您喜欢吃您就多放 不喜欢吃您少放 蒜蓉就往上一割就行了 咱这家粉丝的那子 都是为了充数 家里边吃不用 起来 咱们底下这 这一层呢 就是生蚝 大家知道这个菜吃有多爽 多么的快乐吗 我这是使高压锅蒸 气儿一顶上来 您就关火 放气儿就行了 您要是蒸锅蒸呢 五分钟 这就是一个点缀啊 你不愿意吃可也不换 看上面这汁了吗 刚才咱蒜蓉里边呢 它有油 它出了这汁就在底下 拿下来之后 今天是鲜 鲜干这儿是什么呢 拿筷子轻轻一调 加上这个 一口 这才是正确的吃 蒜蓉蒸蒸蓉的 打开方式 你说吃蒜蓉蒸蒸蓉 搁什么粉丝啊 再来生蚝 我给你调一最大的 谢谢 哇 这个生蚝是真的大 一口 这个生蚝六块钱一个 大家觉得值吗 只能在家做 我管的力可败不了 蒜蓉 尺寸 蒸生蚝 蒸扇贝 您喜欢吗 喜欢的话您在家好好试一试 真的很美味 一百块钱太迟了